Hello 大家好 Hello 有個決戰中環的時間 不過女王叫我坐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為了看你 貓主持就是主角 你在中間就顯得我瘦一點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女王也是瘦的 如果你見到我不瘦 是你的眼睛有事 因為是有一點幻覺的問題 正如我們現在 看到的飛機都是我們有事 不是空管系統有事 千萬不要爆這些內幕 被人捕捉是報警 不見的飛機不是報室的飛機 是捕捉那些報室的飛機的人 即是捕捉那些報室的飛機的人 飛機就沒事了 他不說的飛機就沒事 捕捉所有的報室的飛機就不會報室 有問題就解決一些提出問題的人 問題就會消失了 沒辦法 不過這個可能快將成為過去 隨著689 主動宣佈不連任 但我以為香港被百武達 因為很多人失蹤 第一樣失蹤就是我們時間 不好意思才指的聲明 其實今天是錄播的 如果大家很準時很乖 星期三晚上聽我們的播出 星期三都會收到的 不過就不見了兩天 沒錯消失了兩天的時間 因為時間調動 所以可能我們說完一輪之後 我們說葉劉又怎樣 薯片又怎樣 不過都算到最新才熱 今天因為是星期一晚 星期一晚 所以就已經陳愛樂定 這個選委選完 然後也如我們的預算 胡蘇仔 看定現在真的辭職了 是 是 但他是拿詞來的 都未找到新工 就已經辭了舊的份稿 不是 他早已說完 一早已預料 有利同行 他說讓我想想 他說他很負責 他其實仍是辭職的 他仍然是財政司司長 不過他是優價 他的身份仍然是司長 就要等中央正式確認他來喝 等於上次的個案 就是唐糖 他宣佈辭職務司司長 兩天就完成了 過了冷河 就算了 問題是 比上次更加嚴峻 就是大家的頭都爆了 就是遲了差不多一個月 才會有候選人出現 還沒全都出現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還沒全都出現 因為我屈指一算 我覺得 一個邪蜜 一消失之後 那就立刻 可以萬物回春 你知道嗎 像京直一樣 即是深冬時候 萬物回春 現在反而 沒錯 譬如你說六月飛箱 現在就是 十二月西曆 十二月師尼萬物回春 本來那些 一定會做到下年 六月三十號 都突然之間說 我要為了香港人的福祉 現在不是我個人利益的事 我都要現在重新考慮 先說著 所以大家也猜不到 因為原本的估算 就是強硬路線 推進去 然後又這麼粗 來影響選委會 就算選委會 民主派叫做敗部復活 但按照數來數去的票 都還是建制派 四分三是走不掉的 所以這次已經很意外地 民主派就超額完成 最新的點票出來 結果都公佈了 應該還不太反口 除非又被DQ 除非又被DQ 今天數出來 泛民拿的選委票 是三百二十六張 但是因為今年 古怪在於不是 千二人捉人數 是有些不知DQ了 還是什麼事 一一九世總共 一一九世是能夠二千二人 另外還有上一次 唐營 就不是全部消失了 雖然有所無畏縮 縮來縮去都是兩百多 所以如果唐營的舊部 再加上泛民新拿三百二十六票 是差不多接近六百票的 也就是說 只要建制裏面 稍為有些人來起義 那你已經決定了特首人選 上一次我們也分析過 薯片叔叔肯不肯表態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看看選委結果是如何 如我們所謂的 完全沒有猜錯 他真的看定 就買定離手 所以唯一有機會拿到泛民票 就是泛民票做王者 唯一有機會拿到泛民票的 就是薯片叔叔 你已經拿著三百二十幾票在手 等於 除非有些人說不定數 我估算不到 會不會中間人做些動作 整一個分化呢 會 分化成什麼樣子 最新戰況天下大亂來計 忽然之間有個邪物不見了 天狼色不見了 天狼色不見了之後 忽然之間 林鄭就說要固存大局 要固存大局 但他會不會辭職呢 很懸疑 因為上次我們分析了一個很古怪的東西 就是如果兩個主要官員的辭職 不要緊 還要他們現在都不是做事 不好意思 我剛剛給貓主持 我也是 別吊了 他已經是第二個貓主持 進入了一個混合盒裡 我們已經分析了 連貓都很興奮 貓都很興奮 而且真的只有決戰中環才有這個效果 只有你出現 才有兩隻貓女馬上圍著你 是 我們很公道地說 其他節目是沒有的 不過是咬你電話線 你香噴噴的 那種射香味散發出來 說回林鄭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她們不愛我的樣子 她們不愛我的樣子 她們從來不愛我的樣子 對不起 又在誇張我 你正經嘛 讚你 天使與魔鬼的組合 說正經的事情 所以那個天狼色閃了之後 忽然之間有人說要撐著半邊天 半邊天當然是女士 說要慎重考慮最新營殺 你到底什麼事呢 另一邊就是那邊商 另一位女士 葡萄女士 葡萄�傘 葡萄成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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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已經過熟了 應該應該是一張很美的布林鄭 據說她會會星期四 傳聞說星期四 因為她說要問自己黨友 很奇怪 她的黨如果要發聲 即是他們黨有誰會反對 不是啊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海恩BB說我做 值得支持 這個值得支持 好棒啊 想不到啊 女王 夠了 報禁了 好棒 海恩BB這件事 多次代表香港訪問的時候 人家在外國元首問他 他說不如你回答我 立刻上了國際圖條 說爭光 所以看到他們那邊 飛機跑道起飛 飛機是什麼樣子 還有一個 另一個曾 曾主席 曾主席 他沒有說不選 他沒有說不選 如果我現在支持誰 到時我說會選 那怎麼辦 籌備了很久 他拿了沈旭暉的地盤之後 把智庫組建成的人財庫 曾主席是有心有力的 還很肯誇水 你猜不到 班底也夠厚 因為他基本上 入了智庫 現在全都能推他 讀博士和碩士 他真的是埋單 所以他人財庫 陣容鼎盛 大家意想不到 還有他是建制那邊的代表人物 是啊 所以基本上 不要說是土共 但是本土共 基本上他根正遼同道理 沒有人可以排第二 所以如果曾主席 又是揭桿 而在日場混戰的話 到底在1200票裡面 可以怎樣分呢 加上胡官 五個 數了剛才全部 除非曾主要是顧全大局 他就做做王者 就不去爭取做皇帝 那他支持誰就重要了 那他就拿命了 因為基本上 建制派四分三 不用問各位 基本上 極愛國的老人家 肯定佔了不止三分一的肯定 所以變成曾主席 來吹雞的話 又是天下無敵 變成現在幾個強大的陣營 一個泛民 一個曾主席 反而這兩邊是鐵票倉 現在大家都爭吵 不過這次也意想不到 田兆又威威 自由黨工商界 就不受你收編 爆票爆到七彩 所以現在 全靠他平時爆市 現在很過癮 有少許是三國演 天下三分 泛民一決 然後土共一決 然後商界一決 所以變成剩下多少 中間的遊離票 反而真的不太多 所以差不多變成曾主席 說誰出就誰出到 除非泛民不合作 問題是現在如果說曾主席 不去混戰 而他都捧著胡蘇貞 那就天下大定了 我又覺得 我們會不會理想了一點 因為畢竟曾前主席 他當然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記住他們的想法 背後還有另一個大腦 我不是說男人的兩個腦 我是說後面的腦 是否要小一點 是的 所以我後面一聲另下 前面的報警就轉了 即是中南海前利傳音 喊到現在 喊到這邊 要不知一個短訊 已經可以了 又很難說 我又覺得我們是不是太興奮 上次弟弟被人一下子 很明顯你那個傳令員 就好像有點短討 那個就不關傳令事 傳聞中是因為這個 擾物的想法 傳聞中 即是有人搶著 雞毛當令戰 我覺得到了這個玩法 索性不要想把北京想要倒 所以最需要是做好自己本份 我想現在就算曾慾成 他也很了解這樣 你真的香港是可以做好自己本份 如果自己本份做得好 他也對北京是有利的 其實是否對北京有利 我們沒有辦法詮釋這件事 北京那是有事 都跟他相反 而且他未必能決定 什麼對自己有利 我不知道,拿著石頭砍自己的腳 經常是這樣 好像阿楊這樣說,沒有說錯 大家現在正在發覺醒覺 感謝天狼星,令全世界突然發覺醒覺 全民醒覺 原來都是靠自己 不要看著熱門開綠燈 曾主席當然很明顯 我都未入直路,看甚麼燈 過去這四年天狼星做的時候 我發覺有一個很大的功勞 應該歷史流明 民主之父 提升香港人的民主水平 不是港獨之父,我當是偽港獨 民主水平,還有意識 水平都高了 意識肯定強了 意識高了水平 他只是促進了投票率的大大提升 這個功勞不就是大佬 李懲偉哥,再加上另一種 是甚麼 為嫂 隨便 厲害 好像叫做那些事 我肚炮 其實我不懂這些 神友都出賣 總之就是集大,加於一身 他只是意識上提升,投票率高了 另外就是對政治選舉的玩法 選民是提升的 沒錯 你看看配票全部是西環去搞的 誰知道直選的時候 你看看 那部手機都知道自己配票 結果直選議席是超額完成 即是非建制派超額完成 搞到阿爺要落罪 你想想這個港九區議會 是九成半的投票率 不是開玩笑 最低的就是批發零售界 那個就不要緊 當他忙 但是呢 你想想這次的投票率 是破天荒地高 當然 你說是不是港獨之父 或是魏港獨之父一手完成 當然就是在文不聊生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關心了 但是要記住 文不聊生催生了什麼呢 就是網台的誕生 網台也誕生了什麼呢 就是貓主持 燈神和非燈神 貓主持可靠一點 其實燈神和非燈神都姓蕭 但是非燈神的那位 就在我旁邊 你真的說了很多年 叫大家佔領區議會 然後呢 說到立法會應該怎樣操盤 這次大家看到了 這個就是民主之父 催生之下 而不是燈神的鼓吹 你猜不到 燈神不會鼓吹老點 你猜不到 他可以四年之間 只是選舉委員會 都可以犯民 全土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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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拿不足了 因為的確就是你部署須時 還有就是太容易影響你那個菜果 等於上次已經說了 但可能真的無心裝載 雷王先前有餐廳的時候 你都可以是飲食界的 哈哈哈哈 現在就算你拿一個 魚蛋檔的熟食牌照 你都可以是飲食界的 都要幾十萬的 是啊 你猜真的 那個牌照很難拿 問題是有很多人是有牌照 但居然是沒有登記的 零售批發 諸如此類 進出口 很多商戶是沒有登記的 但他們都是小商人 都是普羅大眾 這些是部署須時 又是說回那個老話題 就是當年英國佬說了點數 放下那個選舉制度 均衡參與的時候 是說了那些專業人士 是可以參政的 是不參政 是不投票 關於人家是差事嗎 這次就不同了 辣到應了 所以就說多謝民主之父 天王星 上星期阿蘇公是活過的 除了法律界 還有醫療 會計也發展 還起了狼英的路巢規劃 嘩那個真是炒得厲害了 還有極端意外 原本應該是極度補充的中醫界 有三個入了 只不過是三個 三個就入了 說清楚了 不是就是三個 還有高等教育界 沒有想過 是掃了 令到對方只是全軍覆沒 你沒辦法 你玩到那麼絕 你高等教育界 你怎麼玩 你校委變黨委 你不死 我勞聰謀訓地 你也幫他多睡幾票回來 抱失 插水 你看一下 校委變黨委 最好笑的是 你越有 我很差勁地說 你越高等教育 你越有知識的界別 反而越是泛民的票倉 今次反映到 那些越穩食行鮮 越受大業主欺炸那些 就反而投票率越低 這個就是 做穩了奴隸 心態到現在都很差 心態未變 所以變成說 講還講 但結果 跟普選的同樣是一個動員 相差很遠 但亦是說一句 設計上容許你軍行參與 你不參與 自己找自己辦 還有你說英國佬 尤其是專業高等教育班 你上星期再講一句 我記得你說 現在越來越多 律師、醫生等等高級專業的 是積極去尋求參政 講完之後 這次真的是 法律界、醫護 全部都掃除了 所以上一次的嘉賓 容總也說了 低氣壓 心情沮喪 故自然的問題 你也記得當時有怎樣說 關鍵在哪裏 就是入民進入參與 我不覺得這麽悲觀 這次看到 其實阿狼英劈炮 其實阿爺是掃了票 是知道的 但你會發覺 有些人彈弓手玩 都很難看 劉小雞 即是律頭老師 沙華律頭那位人兄 繼續說北京很喜歡聽的話 但這次補獲很多很難看的 居然馬後炮 幸好梁振英 及時退選 否則不止三百多票 這樣也玩得起 這是什麼邏輯 即是你作為一個 這麼高級的 你拆鞋拆得很離譜 你已經沒有底線 問題是 心黑鬼派後面 真是沒有說錯的 第一 其實效果就是 用來引開 導彈追完你的飛機尾 的時候 可以把東西引開 那一刻 撒花槍就撒什麼 就是人家看ABC 其實阿爺 心裏面是明白 數得到票 ABC非常大殺傷力 變成了不好意思 推你下車 你自己犧牲 你回去照顧家人 照顧家人 他那一晚沒有去醫院 他部署得很好 之前那一晚 特意被記者拍到 他和他老婆阿龍蝦去醫院探望女兒 但還未承認自己探望女兒 神識形重等等 然後第二天 已經宣布 但不能騙人 你Facebook在哪裏上載 禮賓府 但原來女兒住了兩個月醫院 應該說 請問一下 她是Check in 還Check in 她是否Stay in 就未必一定Stay in 她可以日月回去覆診也可以 隔日回去覆診也沒所謂 你有沒有Discharge 所以有一點灰色地帶可以玩 網民當然是深水清 看看齊恩小妹妹在哪裏上網 在哪裏上載 全部都是禮賓府 然後她自己出來說 我沒事 你到底想怎樣 根本上神識形重 醫院閃出來的東西 阿洋的觀察沒有錯 要拿出來對比 就知道她一定是演戲 所以大家心水清就能演戲 即是腳痛 腳痛了幾十年 如果腳痛 你第一時間找醫生 不是 她宣布完要照顧家人之後 吹一聲上巴士 閃上深圳 難道女兒上深圳 不會啊 深圳醫院 很厲害 很不連戲 一個人 你看她的權力 去到尼玉分心物的這個地步 是不是真的願意 這麼肯為家人去犧牲 當然不會 基本上大家已經不看她的場戲了 另外這個 不時很懶寫的東西 我都不斷弄了幾百字給她探 就是 她的女兒要生要死 也不是第一天的事 就是了 你過去四年幾五年 你看一下她剛剛才弄了一個 招皮拌薯片 插班小學生 還有這個 還有幾件事 總之 追殺姚松爺 對 做完這些事情 追殺智海直 你看到她的氣勢如虹 突然之間 問題是阿爺會數票的 我上次的分析一模一樣 就是 勞東腳痛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五十萬人上街 是之後 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不行 你一旦失控的話 阿爺是會做事的 所以過去從2005年開始 就是那個所謂 吹和暖的北風那一下的話 就哄你們這些傢伙 就是溫水主話 跟著來到居里的時候 就絕不留守 很明顯的 所以這次是多謝天狼聲的提醒大家 民主要自己爭取 15年的區議會 民主要在區議會選舉 就算是新興的非建設團體 廢稱佔領區議會 到今年的立法會直選 超額完成 小學雞 到現在的選委會 又是這樣 難道中共看不到這些事情嗎 很多人理解的時候 覺得中共一定是鬥氣的 他一定要走強硬路線 但很多人忽略的是什麼 就是在最後一天 是講利益的 即是他要跟你鬥爭 鬥到最後是因為他會佔上風 他會得到最大利益 所以他不會說 我為鬥氣而鬥氣 現在他的鬥 他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民鬥 是因為他這樣 反而他能夠拿到政權 所以這次就是 如果你說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發覺我的強硬路線 是令到我虧了這麼多位 他虧了這些 是用很多錢 很多年 用很多的投資 換回來的議席 以及人心 所謂 原來你外面的環境 是有這麼大的落差的時候 那當然是要氣 立即換帳 所以如果一些人還在 我覺得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很熱衷 很討論 特色跑馬仔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冷對待的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 就算胡蘇貞 薯片哥哥 叔叔 上了台也好 他的下場 分分鐘都是爭著事 我覺得很大機會 第一 你當這次老共知道自己的強硬路線不成功 他意識到 你香港人 原來居然是會醒的 因為之前過去的四年 因為有這樣的豺狼當道 是很嚴重的 我好 我給你一個你喜歡的人 我給你一個你喜歡的人 給你做 其實你就是案件重演 沒有用的 這次不會的 就讓你腳痛下台 給你一個爭主席 這次很不同的 支持你煲胎爭上台 我估計 阿爺會接收廣英舊電池 看完下場之後 大家明白什麼事情 然後阿朗英上台 片下堂堂 照理所有有部署的事情 可以一夜反面 是反面得很難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四年再加上催淚彈 警棍 DQ 無所不容其極 所以怎樣 樣子就是 這個民主之父 我不說港獨之父 而且現在 意識不同了 我覺得 意識形態完全不同了 2005年他下台的時候 人們對曾蔭權的期望很高 這次你會發覺 香港人這次 真的完全沒有這種心態 說明大家要提防 689 No.2 那些什麼 說明 但你看到他們說的 689 No.2 都是限於兩女之爭 大家對胡蘇 好像當年 對爭著事的那種期望 那一刻才恐怖 有些不同樣的 起碼是專業界別的年輕人 不是這樣想 我經常對著年輕人 我怎會不知道 他們不是這樣想 也就是說 他們沒有了以前那種天真 你可以這樣說 不再天真 我不說是Loss of Phinellson 我覺得是Loss of Phinellson 絕對是 擺明是被淪了這麼多 你還會天真 不要玩 所以基本上 他們這次已經很精靈 所以即使是胡蘇仔上台 都肯定會有一輪土甲還價 問題就是 如果你們這麼多一起爭 除非是陰點一人出來 否則的話 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節目 星期三播出的時候 會不會幾位 特首跑馬仔的候選人 全部暴斃 剩下天狼星 那唯有我繼續頂 是呀 他說原本我想退 退無可退 是呀 全部都死了 我說不行 很理性 很多人都像你這樣想 一天不見PK的話 是不相信PK 你說你不主動尋求連任 沒有說過 所以我不被迫接受連任 對嗎 所以我覺得開心什麼 黃袍加薪你不給人 對呀 你對那群年輕人的專業界別 我只看網民反應 開心什麼 你現在換人 你就不要只是開心換人 你不要覺得你現在脫虎海 就算被你換了胡蘇 後面的局都是那群人 問題是後面的局 那群人 制度沒有變 你有沒有真普選 你沒有 喂 你選委會給你選 你投完之後 有一個市民說的反應很好 他在香港制度的方法就是 我選一個人 但我不知道他會選誰 這個講中一半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選委會 這麼過癮的個案 上次已經提及過了 過癮的是什麼加課呢 上次的政改過不了 上次有很多人都很失望 這次又是醒覺了 醒覺做什麼呢 只要他不讓你玩篩選 現在的選委的方式 反而你不會被人架空 也就是說 你現在的泛民那群人 表面上好像沒有了一人一票 但一人一票是假的 讓大家看清楚 明白嗎 這次可以影響到 迫倒天狼星 宣佈不連任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制度 沒有改到他篩選的方式 不讓你一個假民主的假一人一票 結果就要制衡 你拿得到他的春袋 很明顯 所以這個醒覺 是一個很大的醒覺 你不要被人哄到你 待著先 很重要 那些人真的明白 待著先 原來找自己的老病 一早應該知道 所以王維基 這次他也選不到 他很難的 他經常說待著先 他就說待著先 他還拍攝桌子 為什麼不待著先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 你和梁振英過不去 但他沒有提升 你沒有提升 他真的有一個政治制度的提升 那次的牌照事件 大家知道 所以他的政綱當時 一出來 徹底失望 很多人都徹底失望 包括我在內 結果他就選不到 證明選民是理性的 不是跟你一起鬥氣 現在理性了很多 你形象好 我就支持你 不會這麼虛的事情 不會因為你是689的受害者 而我也是他的受害者 所以我會支持你 這麼像個美國片集說的 很過癮的事情 是不是 你看一下你所說的 你的敵人的敵人 不一定是你的朋友 你的敵人的敵人 可能是另一個敵人 為什麼二分法一定是敵人 或者是朋友 證明香港的選民是 審目了 是否水平高了 我不敢說 但警覺性高了 肯定是真的 一旦被人損失了太多 一來真的 戒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戒了一件政治潔癖的事情 以及戒了一件光環的事情 所以很明顯今次 不再說什麼家伙 小圈子選舉 就是諸如此類 剛才的呂王 留意了一些網民說 我也不知道他會選誰 這些不是大部分人 其實有很多人出來選 所以ABC殺傷力這麼大 說明我一定不肯選他 然後你才能夠持續 這才是重要的 明白嗎 道德光環這件事 其實主要是六四之後 現在的傳統老泛民 他們拿著六四的光環 就已經可以立到很多選票 倒到土共 但這個老闆一直吃 吃到03年 給他多次機會吃 結果還是沒有存進 但好 你繼續做道德光環 人家就每次用最慘的招式對立 而最慘的那些 就每次吃到你盡 不止 吃到盡都不止 那些傢伙 戴得光環那樣 就要轉軌 出來玩戒票 很過癮的 結果就不用說光環了 我就拿政治實力 有實力才跟他說 有實力才慢慢跟他說 問題是先兩次戒票成功 才過癮的 這樣也能戒票 真厲害 但是呢 可能我還在我自己的世界裏面 我還是覺得 如果上面紙包子 是真的清醒的話 很難說 我們不知道 and again 我是完全同意 阿楊所說的 你只有他 你明白嗎 現在你是沒有真普選 你是沒有選擇的 你只不過是在看熱鬧 我們全都在起哄唐邊學 根本 我們做網台也是 或者所有市民也是 除非選委會的1200人 那你是不是1200人 不是 我們旁邊學好 做燈神 當然 燈燈 大哥 很厲害 但是 我覺得如果 習包子真的清醒的話 Between 兩女就一定不要選 大哥 你真是 可不可以不要呢 他選擇有限 其實很慘 你五個人選 沒有的 你 either 去香港人的選擇 就是胡蘇貞 不會 或者 就是 是 我覺得是胡官 我依然覺得是買胡官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一個無厘頭 不是 這個就是 兩個中間 他夠中間 他夠中性 他夠 不是無靈兩可 他是硬正 為什麼需要他的硬正 又不是曾主前主席的 那種建制硬正 他也不是盡得民心的 胡蘇的那種 就是 我要一個 我既不得 歌程失數 YES Somewhere in between 而他能夠符合 就說 我要restore 香港法治的形象 不拜 你不拜 不是我不拜 香港人不拜 香港人不拜 選民不拜 我恨不拜 香港人不拜 但是千萬人是收阿華的 當然不是 裏面 還有很多 屁股決定腦袋 你以為民主 你以為自由黨那些人傻的嗎 雙米說 當然不是 撕了柴都自己 跟你反台 又收阿華 利益決定很多 所以千萬不要 大家以為胡官 你那個形象 是會 拜到票 我不是意思是 他拜到票 他是拜到票 他拜到票 那就糟了 我覺得是上面要選擇的時候 他不會 怎麼這麼順滑 給你一個鬍子 我覺得兩位有理由 雙人治港試過 公務員治港又試過 然後黨員治港又試過 沒有一個 法官治港 真的 現在那些人不仇你這套 你經常說法治 他博明在玩DQ 跟著法治規矩 在玩DQ 現在很慘 你法治 我知道 但胡官精采在什麼 他就說這件事是噁心 這個時候 他又站在香港市民那邊 兩體 我不是說personally 我認識誰 我喜歡誰 你說親民 你說親和力 當然是胡蘇 甚至你說曾前主席 其實他也是 是一個真正老練的政治人 反而胡官是最沒有政治經驗 但在說 香港現在 在全球的形象 包括你那一份 金融經濟那一份 你目的評級 所有東西被人降級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的法治拿了東西 因為你管治出問題 我就放一個 我試過雙人治港 我什麼都試過 我現在就放一個法官下去 然後他用他的語言 去把我黨的意思 去承認成為 你們香港人認為的法治 那就可以做到他要的效果 你們覺得過去四五年 被一個人玩殘了 現在要回復 因為香港是人民幣自由流通國 起碼第一個就騙不了我 當然是騙不了你 完絕也騙不了我 你以為是燈神 這件事是燈神 這件事是燈神 那我不敢 我們節目從來不做燈神 客觀地分析告訴你 為何香港那些死蠢的港主 都不會再去買這件事 你玩了那麼久 DQ 大家明白什麼 你明為法治 實際上你的法治是為黨而止 是黨法大於你說法 所以基本上法治這件事 那些年輕人 越年輕越明白這件事 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 就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很明顯讓大家看得到 你不要跟那些官員說 你自己有骨氣 有意志沒有意思 因為這次中院的判決 你看一下 是完全跟著人大釋法 還有我之無匹 到處於97年7月1日 大哥 你跟我說法治 不要玩了 完全違反了這個習慣法的事 你照樣受 是受了蘇維埃那套法治觀念 你還跟我說法治 我明白 我可以告訴你 中共當然是沒有法治 他從來都是人治 但我所說的 從他的角度 從他的利益的角度 他以為香港人會受這招 他不是以為你受不受這招 他理想你香港人怎麼想 你明白嗎 你覺得老共 從來會理得香港人怎麼想 他只是理得你的金雞 生不生蛋 我為了要回復香港所謂 已經被遺忘了 以及已被破壞了的法治 我就給你一個法官 我和你鬥氣 所以我不會給胡蘇貞 胡蘇貞 我也不會給你增前主席 我就選一個人 而我覺得這個人 說話你的語言 你要法治 我給你法治 其實是為黨服務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存在的 阿爺可能會支持他也不站 不過香港人一定不支持 看看哪類香港人 你接觸的那些年輕的那些 我感覺上也不是那一回事 不要緊 儘管看看 群同混戰都對 所以變成就是 吃花生 一來 胡官出來 天狼聲鬆無鬆逆 真真正正的胡蘇仔 暗示這個那樣 數了票便知道什麼 基本上就算在選委會裡的1200票 胡官也拿不到多少 為什麼呢 歷史有名證 第一次董伯伯出來選 你便找我 大發官出來陪跑 早就試過 楊鐵梁那次 兩個 不是那次 楊鐵梁和阿里福善 全部都是排隊尾 明知什麼事 你想想那些商家 那些商家 行李你法治 這件事真的說清楚 說清楚 雖然所有 評級也好 表面上的 大家都很支持法治 如果商家不斷支持法治 他希望有一個法治的環境保障自己 但如果不法治的環境 對他保障更大 他不要法治 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如果他這麼喜歡法治 他不會去大陸做生意 我不是挑戰 我不是挑戰 我反過來想 他們既然 他們是為了利益 因為不回大陸做生意 大陸有春發子 他就是因為這樣 為黨的效力 而選擇一個黨認為對香港好的 因為對他好的人 就是胡官 不是啊 所以就說他要收命 有一個分別的 那一個分別的 那一個分別的 是相對的 你不是以為胡官會在香港 會保障他分別的分別 如果他是阿爺陰典 或者阿爺受益的 沒有用的 但你真的覺得 其實這次的千二人選委 真的會有自由意志嗎 不是自由意志 他有自由恐懼 他有恐懼的自由 他怕被人起尾著 是 是 濫鬆變成為何 你覺得就算電話到西環 這樣出聲 他們 或者不要西環 中南海出聲 你覺得他們都會是 我情願恐懼 我都不聽 他就是左閃右鼻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次 跟車太貼又死了很多人 這麼粗被人屈回 又又拗了 大佬 這也要切斷 這也要切斷 不止 煙濟河也出事 很多都很難看 狼鷹還沒上台的時候 每個都媽媽的祖宗十八代 說這個不行 大家一起抱著破產 然後 阿爺夾到上台的時候 他全部都要貴地棄豬 這次你覺得不是這樣嗎 而這次的狼鷹 他難道又被你咬起來嗎 但這次狼鷹呢 咬來咬去就變臉粉 我知道 但這次他還沒什麼 所以他們不會今次按摩 這次他們是還沒表態 所以全世界還沒表態 是否等上面 一聲令下 他們才買下去呢 不一定 他們會講數 這次 明知你一定會出賣我的 我一定會出賣我的 你問清楚 你是不是真的 你買A還是買B 你買還是買B 我告訴你不會 就算他買還是來手 買完之後 他都起利未住 中共最厲害的是什麼 反海 如果不是蔣介石 為什麼要走路 反口 如果不是蔣介石 為什麼要走路 說完和談 就起利未住 每次都是 所以基本上 大家看到 即使一早 陰點中 堂堂 跟著堂堂 之類 一轉態 他就來起利 完全沒有好處 結果這次選委會 當日支持狼英 燒爛做的那班 這次很多人都在跌倒 你就算不跟車貼 你都會被後面的車追撞 所以為什麼那班 有恐懼的自由 而恐懼的自由 結合經濟利益的理性的話 他們會預先講數 他會預先講數 問題就是 阿爺擺不擺平才是好的 我繼續跟你爭 我只是跟你講數 但如果老共 最高指洩 站得硬的話 你還想不想去大陸做生意 你還想不想去大陸的幾間廠 還可以拿到牌 你還想不想繼續坐在政協的位置 我現在就選了胡官 你試試到時候不投給他 李嘉誠我知道好東西 然後就拼命出民眾 不如讓李嘉誠跑鳥 他是跑鳥就跑鳥 不簡單 大哥 但你那千年人怎麼跟李嘉誠相比 記住一件很過癮的事 不要以為中共這麼厲害 他夾你 他恐嚇你 他要脅你 為甚麼 你有被要脅的價值 不然他一槍就拼了你入海 他何時對西藏客氣過 他何時對新疆客氣過 你已經是狼中物 你沒有利用價值 他不會買你怕 不會威逼你 不會嚇你 不會對飛彈對著 你知不知我和你說這麼久 我就是很希望你的版本是對的 為甚麼呢 如果這一堆選委 是有恐懼的自由 以及有真實恐懼 以及還懂統教環格講數 如果他真的懂得做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仍然有些渣辣 我真的很害怕 像過去的三任一樣 爺爺說誰 他們就這樣 總之就是封了其他按鈕 他只可以按一個按鈕 我就是怕這樣 我看已經有些不同 他可能中共真的屬於胡官 上得當多 現在是在自己的建制派裏面 那班自己都在害怕 就算最把炮 李嘉誠 一樣是被這些黨的報紙去罵 兩看 阿超人 他就不需要有恐懼的自由 他已經很勢外高人 他可能是唯一一個 全世界都 一早看通了 香港仔保持世界仔是聰明的 所以他不是不賺中國的錢 中國內他不可 真的不是太多人可以內他得可 不是太多人可以學他 不是太多人可以學他 可以令到老共內舉 問題就是那班人不能完全學足 方向上的變化就很大影響了 明白嗎 以前你還可以 所以我指你做什麼 你被迫含類都要去跟 現在那班人 被迫含 含是故之人含的 反正都是做的 收錢 所以你會先進行 上金纖維 問題就是 你能夠派出 好過關於這件事 大家經常忽略計劃一條很重要的數 就是 到底中共有多少牌可以派出 你想清楚 現在連人民幣都拆盡了 他下閘放狗 不想錢經香港走 問題就是經濟利益 所有那些 國家元首 鄉鎮領導 街道領導 每個人都在香港有戶口 然後經香港的屈尾 實在去過美國 去過加拿大 澳洲 全部都在香港走路 也反映現在 區議會也好 立法會的選舉 選舉等等 他對香港的政治控制能力 其實我感覺是弱了 是弱了 所以他越是哭打哭殺 反而就是他的心如險 所以他可能真的屬於胡官 不出奇 或者任何一個 但是是不是這麼容易 他想玩懷柔 一打電話來 你就馬上變成投票機器 我告訴你 一打電話來 是會搖尾地開會 不過到最後 聽不聽話令計 上今才會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 和跟你走路的政治風險有這麼大 以前我打算跟你走路就沒有風險 原來不是的 最好上今才會 起碼比上期 撞車的時候 我也有渣男 所以為什麼回到剛才的問題 對中間那些牌派 香港的不單是生蛋 蛋很簡單 不單是生蛋 我這麼簡單 跟以前的情況 好過死不同 好過死不同 一家科已經進入到 超光速年代的金融世界 人民幣保不保得住 隨時要看香港 他最近漏了三千多億 賣美金來撐人民幣 是啊 他拋硬貨幣來撐軟貨幣 沒有辦法 他不是正式流通 他今年 只是2016年 沒有了五千多萬億 糟糕 還未完結 不是啊 川普說 不認一個中國 不是這麼簡單 那些只是出口術 真正要命的 就是WTO15年的過渡期 到期而不成功 大家不要留意這件事 過去的15年 其實買了很大的春夢 不知道是不是吃了春藥 還是買了春夢 當年 中共死命要入WTO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要全球化 全球化對它最有利 不是真的天下大同對它有利 是免關稅 免入口歧視 朱如超那些東西 令到它可以拼命賺外匯 賺了你15年 然後大家忽然發覺 你不是自由經濟體來的 即是你著巢 勾佔了15年 鵝這麼大隻 洞在人家的鬥口 然後發現 不是東西來的 死不著 即是說 日本已經說了 美國已經說了 不承認它的自由經濟體 亦即是說 WTO這15年 發了一個大夢 現在美國人 已經大頭開始 蒸發 要落你的關稅 要落你的懲罰性 諸如此類 這些事情 它說你傾銷 它不再跟你玩全球化 反全球化 不是那個理解 反過來 真的有很多人 現在才愚夢初醒 發覺被人老點了15年 又或者他就算理解了 有15年的 bond 被他綁住 但現在我有得脫身 我當然是脫身 所以大家拼命脫身 所以你會發覺一個很過癮的 我不要說海嘯先例 其實大家會發覺 每次地震的時候 小動物是會先走的 而是未曾宣佈 這15年過到期完結之前 那幾個月 甚至一年 你會發覺日本人 是拼命了中國撤資的 現在是那些最愛國的中國人 經常看日劇打飛機 那些奮青諸如此類 說不單是別讓李嘉誠跑鳥 是別讓日本人跑鳥 所有日本廠 歪閘放狗的時候 說不要讓他離開 你怎麼不讓他離開 你不是很想他離開嗎 你無謀國恥 你不是打飛機也很想他離開嗎 他現在真的離開 他真的離開 他真的離開你就害怕 除了這個資本流走之外 你看看他關稅等等 我想起你以鋼鐵為例 每個人都說你廉價傾銷鋼鐵 真的落閘放狗 頂著不讓你的鋼鐵進來 而你的生產力是過剩的 所以你說要輸出高鐵 輸出那些密密 全部都頂著 除了香港無任讓你進來 還有貼錢讓你建高鐵 全世界頂著 全世界不是全世界頂著 很過癮的 有一句經濟理性 他不是真的頂著 他是敲詐的 你想清楚嗎 每個人都要敲詐他 你要送這個送那些送錢 送完之後就落閘 送完之後才算 總之要先拿 菲律賓、朱義士 很像李勝、朱義士 那些都要敲詐 他每個人都要買 人家是主權國家 只有香港送錢給他花 不要提了 幾千億元送下去 高鐵不破產 就全靠香港 不如中國不知爆炸 就全靠香港 我不知道香港人 醒目會幾乎 還有很多香港人 當時有些人說 銀行家都要同人民幣掛鉤 去年還在說 現在還在說 這班人有多少值得信 如果他可以改變世界經濟秩序 那些是諾諾貝爾獎 不是 他們知道自己的私人資產 有多少是人民幣的成數 Banker也是打工的 Come on Be real 所以Banker最不信得過 Banker最不信得過 現在知道他是天使 你很信得過的 你永遠不做燈神 起碼我做適當的事 不會現在才做燈神 其實為什麼會做到燈神 只有我們討論這件事 你給五分速妖 你可不可以討論 你只要來結論 但你可不可以討論 我們還有40分鐘 有些是不能分析的 要分析的 到底是因為先天的觸覺 特別敏銳 買什麼就開對家 有些人賭性特強 有些人賭性特強 是喜歡賭 但是真心交呢 你覺得燈神 要做到燈神的本領 我從來沒有這種特殊能力 大家都沒有 我們節目永遠不做燈神 永遠不做燈神 用數據和事實 用過往的經驗來討論 永遠不做燈神 至少有些資料 邏輯等分析 至少有些客觀的理由 但是我這樣說 你所有的客觀 都是一個主觀 相對 其實是集體的主觀 還有個人的分析 其實是你個人主觀 而得的分析 你那些數據 歷史事實等等 你都是全部集中 自己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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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為何嘔吐的過程中會做燈神 我覺得這件事很興奮 你明白嗎 正常是這個 怎麼說 山海經裡面的神獸 你明白嗎 為何能做到 山海經的神獸 可能不存在 我們說獅子有一隻獸 但那隻獸是存在 即是說 你分析一件事 可能是一個事實 但如果你分析那件事 只是自己的想像 如果那個想像 當是事實的話 便會這樣 我不知道 香港其他燈神 是怎樣分析 不過我們這裏 就不打算做燈神 做不到 這麼高警覺又怎樣做 等如你看佛經 餓鬼道的餓鬼是怎樣的 很多樣子 他明明看到吃得 覺得不吃得 吃不到 我記得以前有位 《決戰中環》 在友台的其中一位主持 他後來也做了燈神 古波籃 永遠中的 百分之百 可以 對監 都是中的 都是中的 大家買反手就中了 都是中的 他不用說反手 他在考慮 會不會買這一隊贏 搞定的 他在考慮 已經搞即中 其實他們很有價值 老實說 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 雙方都參考就對了 得出一個最忠衡 最接近 未來成為事實的結果 也不用跟人比較 有料都放在這裏 文章都寫完 分析完 做好自己本份 有沒有亂說 真與假有一個很簡單的項目 就是可以確認 客觀來論證 是否能成立 就不是我高人意見 認為是甚麼家科 就算你聽過剛才不同的意見 也不是總之我比你厲害 或者你比我厲害 說完沒有這句 你不會說100%甚麼 零機會甚麼 又反過來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印象 或者為什麼會有這個結論 因為剛才聽眾有聽 我們兩個人說 是根本很不同的出發點 出發點是很不同的 結論都不一定是一樣的 蕭公子的出發點 各自有理由 他的理由就是 那些人是因為他有經濟理性 還有他有恐懼的自由 所以他就未必會跟車太貼 我覺得中共以他的老脾氣 他就會選擇一個 又不順得是香港人的意思 他又保住他的面子 但他又覺得對他最有利的 但這次又是一句 大中華交 我不知道有沒有交代過這件事 認爲自己熟悉國情 我問你應該交代一下這件事 有些人說 但沒得這麼準確 未必 中國裏面的矛盾大到難以想像 不只是仰華齋 你經濟這麼大的矛盾 不只是說你拼命要收買幫交 不是這麼簡單的 即是那七隻魔鬼 他裏面那裡鬥到七彩 陳埃未定的 還有就是路線都未定的 小心一下子 還要搖擺得很厲害 雖然表現上看起來 習大帝是習大權一身 要學毛澤東 要威過鄧小平 德高三王公公五帝那隻 遇上了泰山風閃 但是他有些人能夠落到地 風主又來了 打個招呼 問題是你能夠落到地 你這個問題很大 為什麼說你不能落到地 外人真的不能覺得這件事 反過來看國情 夠膽死大亞灣漏餡 漏了三天 我聽過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很害怕 不敢說 第一天都知道 因為我有朋友在那裏 落鋼筋就知道 我明白 因為大亞灣當然是和法國人合作的 我的同學在法國 他的花名叫核子心 所以他就是負責發電的人 他已經說得很危險 不簡單 他死不了人 因為他被殺的 死不了人 他在法國 不是 他在大亞灣 他看了下鋼筋 下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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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漏了十分之一 阿楊被你說中 那劉家一定暴射 不知道 如果香港有核輻射 你還不想 到時香港可能會生機蓬勃 什麼時候都想 像烏克蘭的切爾諾貝爾 現在連絕跡了歐洲野牛 都在自由自作地開心生活 因為他們不怕生癌 為什麼呢 因為動物一般短命 癌來到之前已經死了 但因為沒有人去干預 結果人跡刊著的地方 動物就生機蓬勃 但我們是人類 但站在這個角度 回到剛才那個點 那個點是甚麼加課 是失控 是社會監控的失控 共產黨最出名的是甚麼加課 全面監控 極權社會是共產式 最最普集的 如果你說習大大或乘包子 希望德高沙門公共五大 威豈鄧小平 拍得住毛澤東 搞個人崇拜政治局常委 他真的要走這個套 應該像是老毛一樣 會控制到很多事情 失控 如果不是他想到沒做到 你會靠人的,要靠制度的,人又不行制度又不行,你做什麼共產黨的 而且你現在中國走資三十幾年,你跟毛澤東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 古之前他親戚朋友都移民了美國,不用問阿貴 看國內的所謂群眾事件,你看看人家有多少反對你的核電廠,反對你的化工廠,反對你的垃圾墳花爐 那些人真的和你全武行,勇武到爆 上次你拆樓也看到,那些人扔汽油彈,燒了你的產車,很過癮 說真的,你論勇武,香港跟大陸內地很無聊 你只是看一個豆腐園這麼小的烏瀚村,打到武警頭破血流 一出盾牌鎮都供不到進去,是什麼意思 他們是燒警谷,要塌警車,是哈斯特朗的朋友 所以大家冷靜一點看,可以說冷血都可以 以戰論戰,到底現在哪個水深火熱,有想清楚嗎 其實我覺得在一起 所以大家一起抱著下沉,他不能不抱你 如果香港是瓷器,他是江瓦,我們香港也未必會跟他撼 但香港現在越來越江瓦化 那他弄得現在大家弄壞臉,廢青什麼都沒有,無產階級窮則革命 那你想怎樣,他們沒有了前途,除了革命之外 所以江瓦化這下有過癮 他當時不是佔領街道,因為他真的沒有地方睡 他都睡了在街道 你說三年上樓,現在四點五年,他還不是在街道 他不想佔領,是你沒有地方給他 你幾萬人一個月,你不要以為過得細 而且他們更加麻煩的,他們覺得不夠,而大家一起睡街 而是到底上樓的是什麼人 賣樓的是什麼人 所以變成天狼星搞的鬥爭路線會越搞越麻煩 你用一個常理想想發生什麼事 中國裏面不是一樣是這樣 難道他不是比他更強烈的鬥爭路線 難道他裏面的反抗情緒比香港 但是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他有八千多萬的黨員 相對於總人口來說不是東西 他是靠他有很多黨員和國企和十國企 這就更加過癮,因為講到這個項目 蘇聯解體,除了我之外 我夠膽說死了,死了所有燈神 我是專家,其他人不用譯了 看著蘇聯想當的 蘇聯最出名的什麼家庫,是跳船 最中心的共產黨員,一夜之間變成反共產黨 一夜之間 經濟利益,他們一向都很醒 他們一向都很醒 為什麼說同樣情況,中國比蘇聯更慎 蘇聯更慎 蘇聯那些友製都不敢隨便外國有喉嚨 你想清楚嗎 現在中共有哪個中南海的 不是外國有親人有護照的 全部買了保險 其實黨國委業那些,出了演員表 有哪個後面不是豁湖 除了一個,當年有一個不是 結果被人排擠,撐不了 後來他就嫁了韓國人 這樣就成功了 要有這樣的身份才行 當然是湯偉 笑爆嘴 整個建國大業,開國大典 只有一個不是 所以他們現在這些紅色大媽傻 很多時候都獨立於黨 所以表面上他們會很精忠,很純服 諸如此類 問題是比較當年蘇聯解體 為什麼習大大上台那一刻 這個也是我最早說的 2012年上台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爆出一句 就是要擔心亡黨亡國 而是要對蘇聯解體仁義為鑑 要告解大家,如果不反覆大家就死定了 他看到蘇聯解體,他知道 大家那麼高那麼大,大家都看到什麼事 但他完全控制不到 就是全部共產黨都賣了保險 全部賣了,無一例外 我想他看到,但控制不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反你就反你 我覺得他的反腐,所謂的打貪腐 其實是促使他支爆的一個 catalyst 現在的微妙的平衡,大家還沒猜到 因為大家以前有水抽,有獎抽,有女抽 現在是官不療身 正確 以前大家是那個馬照跑舞照照 大家鬥開心的年代 他覺得有理由,有利益去維繫 他繼續維持局面 但他現在真的不會走 那個消耗,不好意思 忽然說大中華膠上身 如果大家不了解這所謂戰國大局 三分鐘好了,大中華膠 是不會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 了解中國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幫助香港發生什麼事 他怕跳船,怕有什麼事 但為什麼還沒爆 經常說支爆 我經常說支爆 沒有人知道怎麼爆 地方諸侯割句那些事 都是我第一個寫文章寫出來的 割句方式就是天津那一刻爆出來 天津大爆炸爆出來的話 原來所有行政權力已經外判了 外判了 不是共產黨跳槽,是不夠共產黨 你說什麼,你說城管 不止,城管的事事 公安、消防、交通、行政那些人 十個穿起碼六個 是外判的 天津市的所謂經濟特區 基本上外判了給一間特區管理公司 現在特區管理公司 說了共產黨控制 所有下面那些 所有你以為是公務員那些人 原來是仇薪甚至臨時工 為什麼那時候消防死那麼多呢 沒有經驗的 臨時的私人仇薪員工 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叫你進去 炸起來 沒有任何訓練 沒有任何指揮 一下子爆炸 全部都是蒸發的 真正人仇薪 所以天津大爆炸爆的洞 我經常都這樣說 外行就看熱鬧 內行就看門道 我就看你炸了什麼交貨出來 那些碎片炸出來 如果你看到 原來地方政府 已經差不多是全面外判 也就是說 習大利益控制 為什麼失控就是這樣 中央控制 以前經常說 證令不出中南海 現在表面上是證令出中南海 但其實也不能落地 就算強硬折落地的話 是會造死一群小子 真正盡忠職手的公務員 就會造成麻煩 最近已經發生了幾宗過勞死 真的 通宵要趕文件 趕報告 趕著別人要被檢查 然後臨出門口 就糟糕死了 我覺得過勞死 我們機會會大一點 再加三位 所以那個損耗很大 但大家看不到 所以大家經常說 不知他怎樣爆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的骨幹幹部 還未死得完 死定了 我們forum的骨幹幹部 快死得完 你看到阿楊貼著膠布 做了小手術 我謝了 所以不是說得太多 因為臉剛做了手術 說話貴精不貴多 小手術 但也是手術 他不是暗瘡包著 大家留意一下 真的做手術 但阿楊說話貴精不貴多 是 蕭公子明早就已經是 要飛 你小心你的手術 變成隱形戰機 不會 我很厲害 但我一向都很隱形 你不要連著手術 不知幾分鐘找不到你 我比較過癮 我見完我媽媽之後 就病到現在 沒關係 虛不受補 我媽媽的陰波功 幾個小時 可以將我幾十年來 寒濕鼠熱邪毒 一炮個炮出來 所以我就不見了幾個禮拜 大家以為我劈炮不弄 其實我還在 不過科林真的負荷很重 四個節目 五個常設主 我們拼命請嘉賓 不用擔心 拼命請嘉賓 轉態衰時 不容易 很辛苦 昨天大家聽到燈神做節目 現在要聽一下非燈神 做是難的 我明白的 需要時間的 你很難理解 由曲變直 這件事 你要認真做節目的辛苦 就這麼簡單 燈神有多難做 認真做節目 因為需要考證 要看很多資料 要認真分析 還要消化 再說出來 這是難的 所以明白了中共的失控是甚麼情況 消耗的所謂臨界點 經常說 臨界點是甚麼加科 就是它到底可以壓榨多少行政精力出來 這就好成而問了 好成而問了 任何要強控制一個國家的話 你不能靠民主 你不能靠人民監督 你不能靠制度 你只可以靠你自己 一集都自己做完 我告訴你萬能 他就是崇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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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失控 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 就是崇禎 天做夜做 24時不斷做 然後專門堆壞自己的忠臣 這樣才過癮 就周圍整肅自己的官 官不僥生一樣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沒有 中國律史的循環是這樣的 問題是幾百年來未見過 這樣才過癮 滿洲也沒有死得那麼慘 或者滿清也沒有死得那麼慘 我經常都說 我們要多謝清朝 否則我們現在沒有宮廷劇看 真的 為甚麼 一萬展 就是 他的瓦解 可能比清朝還要低人 因為清朝那個地方 還未至於 底部是比較好的 現在是每個省 甚至戶縣 很多時候 政府的功能好像失去了 偶爾說 on the brighter side silver lining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捉個滅口 我看蘇聯解體是甚麼一回事 偶爾是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如果我已經看到 我相信他們自己也知道 地方政府已經充分外判的話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就是 等於當年元世海小站練兵 元世海的新軍 不是朝廷的新軍 你想清楚 也就是說已經是軍閥化了 武裝力量 保安力量 全都是地方 地方勢力量 質素一回事 很差 跟燈銀一樣差 問題是 你差還差 他都是屬於地方 你想一下 如果中央要整肅到地方 炒掉這群人 不行 會失業 不是失業那麼簡單 你直接是失控 那群人失業 就跟他們動你 就是會變生賊 很簡單 又是說明朝 宋禎時代 李治成 為什麼那麼多生賊 因為他們逆站 逆出來 逆出本身是國家的員工 公務員 解僱了他們 結果就是做賊 也是分分做賊 我們又說劉四 也是一樣 又是看著看著 反下去 基本上現在的 平衡點或臨界點 很淘汰 如果地方 都已經成為天津 這麼先進的地方 已經充分 大城市 一線 都已經傳播了 如果你看回歷史上的分析 那個形容詞是甚麼加科 叫做人身衣父 人身衣父 以前就是土豪 地方官割據 軍閥割據 折道士 唐朝 人身衣父 就變成割據 基礎 現在是不是人身衣父 你看看 你想想 明白嗎 所以基本上 其中一個格局 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 大家忽略了 用這個角度去分析 到底會不會 蘇聯解體的情況 會出現呢 絕對可以 不是解體得來 風險 像是仰華齋 大家害怕是怕甚麼 下面沒有東西 成節 一散 全部散 因為蘇聯和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 第一 他國土大 人口很少 他的回算空間還是大 另外 大家記住 俄羅斯本身有一個很強的東正教傳統 共產黨押後 他有一個社會 基督宗教 有一個民間社會 中國的所謂 孔曼那套倫歷套得 是徹底玩完 你現在說孔曼都被人笑 你已經甚麼支撐都沒有了 蘇聯另外一樣 中國都難追得上 大家忽略了這件事 蘇聯倒當誰撐起 是黑社會撐起的社會 即是甚麼寡頭經濟 諸如此類的那些傢伙 立了國有資產私有化 你表面上看起來很難看 但其實那些傢伙 就是維繫社會運作 雖然用一個黑社會的方式來運作 都是運作緊 那中國有沒有黑社會 現在是很奇怪的人 不知道的 大佬 問題是他們這麼大規模 如果真的有興趣做研究 我反而會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 到底現在社會構成是甚麼樣子 所謂精神文明 軟件是否維繫到 是否有宗教 是否有倫理或其他東西 那個軟件是唯一回事 我反而更有興趣 就是多掛深一點 用天津做個樣板 看看其他地方 是否有這個人身依附的情況出現 如果是的話 就非常好玩 其實有沒有中央的冒訊 中國肯定是有黑社會 很可怕 不過 傳統中國的黑社會的倫理道德 不是中國現在那一套 絕對不是的 傳統中國的黑社會倫理道德 像清邦 甚至孫中山 那一套 還好中國傳統倫理那一套 不過是另外地下的那一套 這套在49年之後 他不講王法的義氣 義氣都沒有 純粹看看哪一套 血囚定律 就是講力而已 所以傳統那套黑社會已經沒有了 你會變成甚麼樣子 你不知道 很恐怖 很恐怖 起碼要做好自己的事 香港一定要 有甚麼爆都沒有爆過羅湖橋 麻煩你 還有我覺得 我們講講講 港獨 到底可行不可行 當然肥鵬也是說不可行的 因為的而且沒有飛機大炮 香港沒有軍訓 沒有義無路 很難 我現在燒你數目 我就炸斷橋 我自己獨立 是難的 因為你不是愛爾蘭 你沒有那個勇武的本錢 但是我覺得你是不是有後著 就是另一回事 後著就是我等你之飽 我覺得肥鵬那個撇後語 或者他整段後面的精髓 他有一個很個人的時間 正確 二、三、五年 但他沒有說五年之後 他比較奸 對 英國佬 還有他做到歐盟 他的外交辭令 不要忘記他讀歷史 英國的政客圈 一直都是讀政治科學和歷史 全部都是很精 在那些講諸之外 讀歷史是廢的 讀歷史就是讀以前的東西 就是沒有用的 你讀那些什麼家科 二十四史當然是廢 讀二十四史也好 相對 你如果是讀學校的那種課程的歷史 你就糟糕了 只是用來考試 考完試之後沒有用 千萬 那裡真的沒有用 你真的懂得自己的老本書看 二十四史也好 黃仁宇也好 什麼都不要緊 千萬不要讀考試 考試那些完結就算了 現在歷史不停的 就是重寫的 全部都忘記了 不停重寫的 不要緊 你忘記學校那些也不要緊 你自己建立自己的地方 我都重寫過《鴉片戰爭》 但是不知道多好玩 是啊 很開心 當這個連續劇 就是張寶仔 誰會堆倒張寶仔 想清楚 海盜根本是一個先進力量 倭寇明本 人朝發生過一次 清朝都發生過一次 一模一樣的 他們海外聯繫追究 一模一樣的 誰會堆倒他 哇 外國人也是很過癮 外國分子很過癮 每次閉關所有國人 都關於外國分子的事 很過癮 四十九年至今 所以變成說 大家都說知爆 我不知道怎樣爆 所以今次 你說知爆沒有意思 我反而覺得 我想我們會跟著這件事 大家的看法一樣 你說知爆不會蓄使知爆 反而你知爆以外的準備功夫 為什麼會提及這個話題 繞了一個圈講的話題 為什麼呢 你不會錯過一件事 為什麼香港現在亂成這樣 因為中央的監控能力弱了 就這麼簡單 你想一下 要找周庸上去 三呼萬歲 為什麼西環可以在香港這樣 跟二和團一樣 為什麼西環一個很普通的中央機構 可以在香港這樣做 這麼搞的 為什麼要找一個什麼姜蓉 這些 就可以在香港 搞一大輪 然後還要在政治局第三個 人物接見他 如果當年慈禧搞這些假洋鬼子 就不用找二和團 一樣的解話 你明白嗎 你看到已經笑到 滾了 如果他的清兵是可以的 都不用二和團 清兵不聽他怎樣 東南寺寶 清兵根本一早已經不可以了 一早就不懂 你當年太平 別說二和團 二和團之前五十年 太平軍一來 那些兵就走 走 走 拆過兵 然後太平軍走過之後 他們就回頭 說他們收貨 結果 更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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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兵更擾民 結果才叫他 要找曾國藩出來搞 真的不行 現在就證明 搞事就很行 好像西環那些流羅 在香港搞事就很行 搞事就很行 但是真真正正的做事 真的要你賣命 即使 真的不行 結果找出來的那些 全部都是質素極低劣 所以外國遊行之後 丟到周圍都是五星紅旗 還要用來踩 其實全部犯法 為什麼不執法 如果找胡官來 胡官應該執法 胡官有一件事 我覺得會令到一般的 香港市民受落 他就說他一定會追究 這麼多特首跑馬仔 所謂的龍蝦手勢 候選人 雖然那些拿詞 他還未說參選的 都好 計算下去 一個擺明一定會追究 天狼星的五千萬UG 就是胡官 這件事是心得民心的 不一定的 每個人都坐上去 都可能會追殺 這件事我又覺得對 這件事 但開宗明義講到明 但這件事 我告訴你 講到明反而未必做 想清楚這件事 政治有時很現實 這麼殘忍 真的 你不要騙人 很簡單 你騙人 你對著北京那群習大大 你不跳中字母 你有機會出到嗎 這就是 你明白嗎 問題是你學狼英那招 上台就反口 這樣才有機會成功 你明白嗎 我會不會在蔣經國的時代 在蔣經國身邊做副總統的時候 我說我要搞台東 不會的 不會的 他做了總統就會了 蔣經國死了 因為你討好的對象 你想一下 炸包紙也好 香港市民是共同的願望 這個UGL五千萬被追究 你沒理由上面大大力打貪腐 我給你香港一個市長 我代五千萬 混蛋 雖然他家裡省紙也有 但你不能夠 這個叫做明張目膽 對不對 可以做壞規矩 還沒看過 還沒看過 香港說了國際城市 我集包紙的角度都要追殺你 香港市民更加一解 這個四年的仇恨 所以我覺得 任何學理說的 任何上台都會做 問題是 開口做還是實際做 而且很能夠爭取民心 大部份的民心都可以爭取到 小心一下 民心 你看過千二人 小心一下 你要記住 郎英上台的時候 民望極高 大家現在又有醒覺 我又不覺得他民望極高 其實民望低 只不過是唐英年自己 相對的 相對來說 一個低就變成另一個更低 你看看哪班粉腸這麼白癡 跳出來第一個支持他 你就知道 不是又是何喜華 結果你看 社福界全部都掃了 一個不留 這次將選委會選舉 終於醒了 醒了 所以你再推銷這些 何喜華未適 何喜華未適 又是7 7 不要緊 總有7 他絕對是7 他人我不認為他是壞 他自認是好人 所以他7 不要緊 蠢人做壞事 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不會知道自己是蠢 他不會知道自己是蠢 他不會知道自己是做壞事 反而聰明人做壞事 他為一個人利益 之後有另一個機會 可能會變 我當時搞政治一樣 不怕你奸 最怕你蠢人 香港還有一個 香港還有一個 這個重大 所以說 國民教育高 就是這樣 有些豬一樣的 磅人拿著 國民教育課光 弄一塊示範教材 結果 所以這次 那些人看天真 上次狼英上台 真的是文望高 因為你看看公聯會的60票 怎麼給他 他答應了你標準公時 那些什麼 沒有 還要對衝 全部彈票 當初的確是公聯會 教聯 社區組織這些 基層 利益代表 還要是土共 一個土共代表曾德成 還要很侮辱 所以基本上 為何說民主之乎呢 就是讓所有港豬 一次過覺醒了 所以土共自己 沒有 你想的覺醒了 再回來 說回那件事 這次你小心一下 就是 那些傢伙不會那麼傻 玩潔癖 玩光環 和你取民意 反過來 他真的會密室談判 和你那些泛民也好 和你自由黨商界也好 說明我上台會做什麼 正光環正光給大家看 實際上做什麼 大家是政治協商的 你才是說政治 我經常提醒大家 政治和打仗一樣 不會攤開來玩的 兵者鬼道也 能而是之不能 所以他一定會說謊 你不說謊 做不到打不到仗 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真的用行軍調章 真是孫子兵法那一套 應付實際的政治戰場的話 說一套 他肯定會另外做一套 做那一套 以前的死人泛民 教過光環 不夠膽 不懂得做的 總晚要學會做這件事 就是政治談判 老一批做不到的 就自己退 你過了潔癖的那一關 你有潔癖的話 就做不到彈工手 就面對不到現實 政治水平的問題 所以肯定這次 不會只玩民意 肯定會有性格在背後談 就不會像胡官那樣天真 這麼無邪 出來一講 一定會追究他的貪腐 傻的 相對來說 胡官真的比較天真可愛 天真 如果阿爺會拜這些 阿爺會在街上 就這麼簡單 就是那句 我不怕你們神對手 我最怕是豬隊友 胡官像神對手 到豬隊友 這麼天真 這麼可愛 你給我玩政治 我就不會拜他 但如果有人拜他的話 他就說那個人比老佛爺更天真 那就不止姜蓉做義和團 不止姜蓉做義和團 胡官也是義和團 你想清楚 我們要看看哪個跑出 這個特首跑馬 還沒落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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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炒什麼 五隻馬 有可能是五隻或四隻 問題都是會四分裂 你看葉劉 他的心放不下 他一定會去馬 去馬之外 他的馬仔一定會勒著他 為大哥 你分不夠票 你莫哥說五個分不夠票 你四個都分不夠票 你想清楚四個都分不夠票 那你泛民差了三百票 豈不是很謊話自權 你想清楚 其實老老實實 我覺得有誰會投給葉劉 你明白嗎 真的想不到 有 太古城那邊都最高票倉 我知道 但你說的是立法會 但現在是說選委 選委會有些都會支持他 但你不會過得到 你不會是六百萬 不知道的 西環很肯配票給他的 西環很肯配票給他的 現在太陽不見了 太陽不見了 他配過姜蓉給他 總之我的頭好痕 我其實支持姜蓉做特首 為什麼 好玩 玩盡一點 你馮偉光 就是自豬死地而後生 八公發炎人 我支持他做特首 都好 都是自豬死地而後生 每天做都可以 到時決戰都可以 真的 多事爆都不限 尤其是那種 網上的官方玉兆 你怎麼說都不會做得到登仇 我怕你吐血而死 這麼刺激的日子 每天出來爆禍金 現在只不過 如果讓你選擇 你試試 又是那句 沒有真普選會發生什麼事 有姜蓉、容凱欣BB 以及鳳偉光BB 是讓你選擇的 特首 這三個你選擇 你看你怎樣 我相信共產黨未至於 容凱欣好玩 他的腦完全沒有用過 這個最棒 移植的時候 很多發揮空間 嘩 這樣你都可以 好東西 那兩個人你明知是short 總之是short 不知道什麼時候short 可數性最高 不知道什麼時候short 才過癮 未吃藥 這個直接不用吃藥 正常來說 中共未住在這個地方 很難說 這是我覺得很灰的地方 問題就是 回頭 北京都亂了大龍 你想清楚 想清楚 所以基本上是失控的 如果不是小小的地方官 什麼時候輪到小明 你想想他寫幾個字 畫幾筆就已經 嘩 是啊 中國甚至是世界頂級國 都說姚公 寫一個手指 這些就叫做有辱斯文 你用外國的說法就是 have you know dec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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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點譯的 如果我是姚公 我就不拿自己的脈補出來 這樣浪費 他也被人過一幅 真的 真是陰公 這叫做萬折不保的陰公 余忠儀那個 是他的四分一價錢都沒有 記得嗎 三萬多萬 這麼清楚 他一千八百八十萬 但是說 姚公的脈補 那個永長狗價值 他升得很厲害 長什麼狗 一定是 投得共也不能跟你說長狗 那又不算投降 他真是傻奸奸 你拿一千八百八十萬來 傻奸奸 你拿給我 不如 我說姚公的脈補 那些脈補 那些脈補 是長期會有價值的 但你那些下台 你猜他值多少價值呢 拿來銷 對 因為姚公那個 不是普通的價值 他是全世界供應的 有一件事很過癢 遙公的東西 是不會欠單更新的 萬半帶不走 只有業除新 那千多萬 你想想想 你怎麼還 你想怎麼還 你猜不用本的 給了一千多二千萬 去買那四個字 那些人 就不是買他之後的東西 也不理會有沒有業除新 不一定 總之會有訂單 訂單還訂單 小心一下 其實有很多計算 我們不是參與其中 就未必算得太清楚 但又是那句 出得是行 如早要還 政治有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你不是以為 狼英代了五千萬 真的可以代代平安 這麼清楚 你知道人有什麼 僥倖心理 那你跟他講話 是吧 報應的事情 有長短 有時即時的 為什麼真的會挖金 明知道被人拘捕 就是僥倖 覺得沒事 人為財 一向都是這樣 煞頭的生意 有人做 沒有本生意 你見到前面有金執 誰不執 以香港人的性格 常常說 血囚定律 就這麼簡單 用佛計那句 就是循環的事情 都不知道怎樣幫他解脫 探真癡 沒有辦法 不知道怎樣幫他解脫 因為惡性循環 沒有的 師主看你做法 我只是這樣 至少是我們 頓不頓這些 沒有人幫你 你自己理 我們也沒有辦法頓招 用我拿千多萬買 買那幾隻官方的錢 有些人不用這些 反過來做流羅兵 賣身一樣 就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特色跑馬仔 就不關我們事 老實說 我個人就冷對待 不過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先要 discuss and 我想說什麼 就是 趁現在有得聽好聽 有得講好講 因為任何一個上台 他的目的 他的任務 都一定是23條立法 到時我們就可以 到時閉門家女座 就橫禍天上來 沒錯 你在香港 無緣無故賣書 都被人請錯洗頭艇 到時阿楊繼續搞你的 教對 看書的內容 對不對 你繼續搞你的金融銀子 我繼續拿我的獲產 我也是拿獲產的 到時沒有這些東西 很難說的 你准買不准買 一張塔 破壞金融秩序 你還說那麼多 撞傳佛教 分裂國家 哎呀死了 撞傳佛教 分裂國家 撞傳佛教 撞毒 說政治不行 說這些都不行 所以大家不醒覺 再向下發展 就是這些 所以這次選委會的起義 也是一個 Tipping Point 過了Tipping Point之後 這是一個很過癮的方向 所以密切留意 今晚預先說了 未到星期三的事情 大家過了星期三 可能喜歡更新的 再下個星期跟大家更新 沒錯 政治一夜都嚴長 不過 我們真的不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到時出街住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 沒錯 下個星期再見 生日連世 拜拜